新增一個Fall 並且呢把這個程式碼 把它輸入上去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剛剛這段程式碼 OK那我們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起來之後呢 OK那這個時候就RUN起來 OK那RUN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把結果RUN出去 RUN出去的結果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13579 最後呢加總起來就會把它秀出去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呢小於等於10的基數為多少呢 就是25 那這裡的話 這個是書上的範例當然你可以改一下 如果你要怎麼樣呢把它改寫一下 改寫成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10是固定的對不對 比如說呢這個地方 如果 最後最後的這個值是小於10嘛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說 小於100的 100以下的 全部加總起來是多少 對不對 還有呢 你也可以設定為是基數還是偶數 如果是基數的話呢 加起來是多少 偶數加起來是多少 甚至你還可以什麼 啊 加什麼 3的倍數加起來多少 比如說5的倍數加起來多少 諸如此類的 也就是你可以去控制這個地方 這個我想這邊可以給他一個條件 那個條件的部分 你可以用個什麼 用一個那個 Test Box 取得 最後的這個值為多少 然後 還有如果是基偶數的部分 你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個 那把這個部分我想 先看一下 順便聊 主要是瞭解這一塊 4回圈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4回圈的部分 有三個部分 你一定要很熟悉 所以特別重要 第一個是初始值 第2個是什麼 是 他的判斷式 判斷式 第3個是什麼 我們來